我爱北京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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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上红领巾 一群人高歌欢唱的是这一首 我爱北京天安门 歌颂毛泽东这段影片流出 当众这个人 就是台湾新著名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一 传出就是民众党 鼠疫的部分区立委人选 网友点出 影片时间跟地点 就在2018年桃园某餐厅 而徐春一过去就曾经自爆 担任过中国国家干部 传出列入不分区 引发诸多质疑 就是都是党赢事业 但是他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黄珊珊强调名单根本还没拍板 但徐春一的争议 风波都还没止息 如今歌颂毛泽东的影片 在网路流传 民进党也提出质疑 如果影片为真 那么柯文哲主席过去 他非常崇拜毛泽东 包括部分区立委 还要提名具有文革背景 而且高唱文革歌曲的红卫兵 这不仅是国家的门户洞开 根本是把国门当成是共产党的后门 徐春一红筒背景 背起底 柯文哲的让子弹飞下 飞出的已经不只是争议 还有国安疑律 三年轩的郭斯文 玉国文台报道